等一下的話,各位可以錄製的,那錄製的方式的話,我想你就把這個註解,我想註解,就是註解可以把它當成你等一下要錄製的參考 那基本上,不外乎就是這些動作,那你在錄製的時候,就是應該很難一次就錄得很OK,所以基本上最好是彩排過,之後再來錄製,才比較不會有挫折感,比較不會有那些錄下來不應該錄下來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訣竅,就是我的習慣也是這樣,我會把那個步驟寫在旁邊,比如說一,我就,那我在錄製的時候我就照什麼,照那個我的那個那個步驟把它再來錄製,失敗率會比較低啦,這個有點像是那個演戲也是一樣,演戲之前一定他們會先什麼,會先彩排,會先練習過,再來錄,再來開始演戲啊,不是說一次馬上演就馬上成功 所以基本上都會有,他們有個腳本,那基本上我的做法就剛剛做的動作,就是第一個錄製的時候,有沒有,我就錄製聚集的時候,名稱叫做篩選業務好了,篩選業務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,或者你不改名稱,你將來再改也ok啦 那我的步驟,第一個這個不是,這個是自己加上去的,input part自己加上去,因為我們有個變數嘛,就是這個 quieterio,這個是參數,這個部分是可以活的 也就是說這個數字,你想說,將來我怎麼給他不一樣的業務名稱,他幫我怎麼樣呢 自動篩選出不一樣的東西,因為這個地方可以修改的 所以呢,我們可以從什麼input part去取得我要的業務名稱 那將來把它給他一個變數名稱叫x,x的話呢,直接就把這個quieterio,這個quieterio有沒有,把它改一下 他就直接知道這個是一個變數,那就直接給他,他就幫我查出我要的結果出來 那其他範圍都一樣,所以第一步的話,我就怎樣 shitz1,那這個數字,他錄下來應該是一個名稱 可是我習慣把它改成數字,因為名稱可能會變動,但是位置通常不會變 通常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主要的那個工作表 對,所以將來如果要改程式就比較簡單一些些了 那再來Range,如果你不改沒關係啦 因為主要是針對這一個sample去做的 那Range A1.slate應該知道了 那前面有很多嘛,反正哪一個Range.slate 然後呢,這一行我想各位比較陌生一點 不會很簡單,其實就是什麼,Auto filter就是什麼 就塞...